有什麼想法的男生? 有什麼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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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靦腆 然後不太多話 但是滿有想法的一個大男生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內斂的年輕人 帥 色紋 第一印象可能讓你覺得不太好相處 然後不好的情境 她很常在思考會就是沒有表情 但是私底下在家裡 她其實會默默的關心家人 我们可能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很关心 很体贴的一个动作 例如说会帮你 做位置的时候 帮你找位置 帮你拿东西 然后甚至说 帮你撑伞什么之类的 一开始并没有投入爱多美 其实是因为 过去父亲在组织行销这个行业 已经经营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那这二十多年来 其实并没有说取得非常大 什么样特别的一个成就 而且因为过去 传直销的一些不好的制度 让我们必须去花很多的金钱 买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东西 一开始进爱多美的时候 也是透过公司的成功系统 包含中心课程 一日研讨会跟成功学员 毕竟爱多美是我第一间 接触的组织行销公司 那过去也没有相关的经验 所以一开始是抱着 虚心学习的心态 在跟会员朋友做互动的 那慢慢的有机会到台上去做会员分享 那在分享的过程中 随着一次一次的经验 让我明白说 其实还有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部分 那我觉得为什么我要一直去分享爱多美 因为我真的觉得说产品真的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省到钱 那制度又可以让每一个想要成功的人只要你很努力都可以透过爱多美这个平台去翻身改变自己以及改变家族的命运 这是我一直进爱多美以来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自从加入了爱多美 哥哥在工作上的转面是非常大的 他很努力地去突破那个他原本没有的东西 很努力 很努力 金友在深入的一个互动之后 还有我们各地区的会员需要他协助 他二话不说 他只要在他时间许可的范围之内 他都会尽可能的来协助 然后让我们的伙伴能够更加了解爱多美 那四好就有提供很多的想法来跟我做讨论 那我觉得也都蛮正面的 而且他也提供了一些系统的运作 组织的运作以及年轻人其实在这个事业 该如何起步的一个想法以及做法 我身为嘉义中心长 我真的很感激四好这段期间 对嘉义地基的所有伙伴的贡献 当对的台湾有很多年轻人 其实来讲也开始慢慢的投入爱多美这个事业当中 甚至是鼓励现在年轻人 其实好好地经营爱多美 其实你可以跟四好一样 这么年轻就可以达到爱多美 这么高的聘接 实在会激励到很多的很多的会员 在爱多美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 以及很好的学习对象这样子 爱多美其实不只是一个事业 它可以改变哥哥改变我们整个家 恭喜四好晋升星光大师 恭喜你晋升我们的星光大师 四好你真的很棒哦 恭喜小颜老师晋升星光大师 恭喜加油 这次升上星光大师 其实我们要感谢非常非常多的 伙伴的协助以及努力 那我相信今天这个星光大师 是属于所有会员伙伴 一起努力所成就的 那我也相信公司 在未来一定会发展得更好更茁壮 上了星光大师之后呢 我们期许你能够更贴近会员 多一些感恩的心 然后努力学习 我相信所有支持你的人 会越来越多 我也相信会因为我们大家 彼此共同的努力 能够让台湾爱多美越来越好 让我们一起加油 恭喜四好龙山星光大师 赞 耶 星光大师 隔下获得公司深厚信赖 以自信取得成功 热情的展开爱多美事业 爱多美股份有限公司 特班尺壮 受奖为爱多美星光大师之隔 同时也颁发进阶成就奖品 鲜花一束 有限公司 现金一千万韩元 海外旅游券四张 再次热烈掌声 恭喜颜世豪星光大师 有限公司 同时我们也请 袁世豪星光大师 发表晋级感言 周深历 有点紧张 我昨天弄我的感谢词弄到三点 所以脸上长了一个痘痘 那因為我有很多話想跟各位夥伴分享 所以我怕我忘詞 所以弄了一個備忘稿 那我覺得從加入愛多美到現在一切 真的是像做夢一樣 就是我想到了我們那個 蘇坤標中心長講到 真的是一切都像很夢幻 然後時間過得很久 然後也很快 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這個 當下的這個感覺 那 大家好 我是要示好 那我想在這邊跟大家分享我的晉身感言 那首先我要感謝就是朴幻基董事長 創立了這個愛多美這間良善的公司 那也因為這樣我們才有機會一起坐在這邊 一起為自己的夢想努力 那其實一開始我是作為一個消費者加入會員的 只是因為單純的覺得說 牙膏牙刷非常的好用 而且對我的敏感性牙齒也有幫助 那重點是它的價格 比我過去所接觸到的產品都來的划算 甚至比大賣場更便宜 那因為加入會員也才50塊錢 所以很單純的 我只是想說半個會員卡 就這樣子而已 那我從來沒有想說我要踏入組織行銷這個行業 甚至一度很排斥 為什麼呢 因為從我有就是 上念書的時候啦 我就一直在接觸組織行銷相關的產品 那我不論東西好用或不好用 我只要看到那個價格 就是我就覺得這是讓我非常有壓力的 那常常因為為了要因為制度的關係 我們要買很多用不到的東西 那錢沒賺到你還花了一堆錢 那其實對我們家的經濟是有很大的負擔 所以一度我很非常的排斥 但是所以我一畢業的時候 其實我跟很多年輕人一樣 我是到外面去找工作的 那我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式大賣場 那美式大賣場也跟一般上班族一樣 我就是上班下班加班然後爆肝這樣子 但是我的收入卻沒有因為我的付出 而成等比例的成長 我相信這是現在整個社會的一個問題啦 因為上班族就是你是接受人家的薪水的 那我深深覺得說那這樣我人生是不是就這樣 沒有更好的發展了呢 那因緣集會之下我就是去決定要投入不動產業 就是去考一個地政事就是土地代書 那我剛考上執照的時候呢 我們家接觸到愛多美這間公司 那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 如果你今天在接觸了N間直銷公司之後 今天突然出現一間N加一間 你會覺得這N加一間有什麼不一樣嗎 應該覺得都一樣差不多 所以一開始我是作為一個消費者 那工作之餘就是幫忙家裡 處理一些行政文書的工作 那我的本業還是代書 那隨著時間的經過產品 我們也都換成愛多美了 那為什麼我會願意主動就是換品牌 是因為我覺得它對我的生活 各個方面都有明顯的改善 我用的品質比我過去用的那些品牌都還要好 價錢更便宜 所以一段時間之後我就發現 怎麼我們經營愛多美 並沒有讓家裡多花錢反而還省了不少錢呢 重點是會員人數不斷不斷的在成長 業績也一直都在增加 好像跟我過去所接觸到 我所認識到的那些公司完全都不一樣 那有一個機會呢 我就到韓國去參觀 那我到了科馬B&H 到總公司 然後到他們的中心一日研討會成功學院 那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呢 就是在成功學院的那個人山人海的狀況 你會看到從停車場入口 就一直排隊排到餐廳門口 在等吃飯 那我們因為算是特別來賓 所以讓我們先排隊進去 那我就想說他們幹嘛 那個放假日不好好在家裡休息 然後睡覺 要跑到成功學院來這邊人幾人 然後座位又小 然後晚上不像這邊是睡房間 然後是大通鋪 然後八個人一間 晚上是交響月 然後早上又很早的起床 然後再窩在那邊 有沒有 早上很早起來 然後再排隊 等吃早餐 就是很多人就對了 那在那邊我看到上台的成功者之後呢 我就明白到一件事 大家為什麼會願意犧牲自己的假日 來到成功學院 為的是成功 那看到那些成功者 好像都沒有特別厲害啊 大家都是平凡的 跟我們一樣的普通人而已 我們的三位王冠大師 一位是經營餐廳不善倒閉的 那一位是經營船直銷很多年 然後做到負債累累的 還有一位是代理駕駛 那既然他們都能成功 我就在想說 愛多美是一個可以讓平凡人也能成功的舞台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試看看 所以回來之後我就再思考一件事啊 如果愛多美真的是可以讓平凡人也能成功的舞台 那相較於我做我的土地代書 我其實只能服務一小部分的人群而已 那今天我到愛多美來經營 我是不是可以幫助更多更多有需要幫助的人 我可以創造更多的奇蹟 所以但是我沒有經營過組織行銷 那怎麼辦 所以一開始我也是從一日研討會開始參加 那我記得我第一次參加一日研討會的時候 站在門口的是我們黃小壯玫瑰大師 真的是很感動 因為他現在也是在靈修俱樂部的行列裡面 那從研討會成功學院 我一開始是坐在後面 然後慢慢的學習學習 那我也真心的感謝在這一路過程中 給我指教還有幫助的所有的人 那因為你們無私的指教 我也掃走了很多的彎路 那後來慢慢的開始跟朋友分享 也是先從消費者開始分享起 那分享自己的使用經驗 一步一步的經營 那引導他們進入成功系統 大家一起學習 那漸漸也有機會上台分享 那每次分享完我都意識到說 其實我還有很多需要就是加強的地方 那先下至於我還是會不斷的找資料 希望下一次的分享可以帶給會員更多的幫助 我想這次在經營愛多美的過程中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持續參與持續學習 那持續行動 那其實我剛剛影片 那我妹妹也有說 我真的是不是很善於表達人 可能平常沒有事的話 就是沒有表情這樣 看起來很兇 我不是很善於表達人 但是接觸愛多美之後 我也是一直在調整自己 因為我相信我在做的事 可以幫助別人 不管是在生活的體驗上面 或者是在經濟上面 那今天在愛多美的成就 從來就不是一個人能夠辦得到的 也從來就 我也從來不覺得說 我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的我覺得是 所有那些被潑了冷水 但是他依然堅持走下去的夥伴們 所以這個星星是所有台灣愛多美會員的 以及所有領袖們 齊心合力的一個成果 那在此我代表我們全家人 謝謝大家 因為愛多美改變了我們家族的命運 也改變了許許多多人的生活 這是大家親眼看到的 那這條路還沒有走完 雖然我們彼此可能沒有說很熟悉 但是我知道在愛多美這條路上 我並不孤單 因為有在座各位 每個人的起點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的終點都是相同的 為了我們的夢想 為了我們所愛的人 為了更好的明天 我們繼續前進 謝謝大家